今天一直加班到晚上九点多 郭宇这才下班 他拖着疲惫的身子上了公交车 坐了半个多小时下站 向前走了一段 便是一片大排档 此时 昨天的那个黄毛 和几个混混模样的年轻人 围着一张露天桌子坐着 吃着烧烤 喝着啤酒 郭宇看到他们 就侧头往边上走 他可不想惹上这些人 昨天被狠狠打来 截后脑勺游记在心 说实话 当时他很害怕 怕被那两个流氓群殴 几个小流氓惊天 倒是没有注意到他 因为黄毛的视线 被走过的一个漂亮女生吸引住了 那姑娘穿着黑色的超短裙 大腿纤长 上半身穿着一件 职业装的白色短袖小衬衣 看着应该是某个公司的销售人员 在酒精的刺激下 黄毛不管女孩旁边还有个男朋友模样的人 肆无忌惮地对同伴大声笑道 呀 身材真好啊 屁股又圆又大 摸起来 肯定很舒服啊 哈哈 同伴大笑起来 对着那个陌生女生吹口哨 女生厌恶地瞪了他们一眼 咒骂了一句 神经病 哈哈 嘴巴好破烂哟 我喜欢 小浑浑叫着 旁边的男朋友对他说道 走吧 鼻里的些啥鼻 正当两人要走 谁知道刚刚男朋友的话稍微响了一些 传入了这一群流氓的耳朵里 黄毛当即站了起来 喝道 你妈逼的 你他妈骂谁咋逼啊 他男朋友 并非想惹事 看着对方人多又来势汹汹 先自胆怯了 但在公众场合 又在女朋友面前 不想丢了面子 低声朝着空气说了一句 我又没说你们 那你他妈嘴里 低估个忙啊 黄毛冲到他面前 点着他鼻子质吻 女孩连忙拉过男朋友 嘴里冷哼一声 转头就快不走 没走 就别他妈嘴 黄毛见对方退了 以胜利者的口吻 叫嚣了一句 顺道又拍了一下 那个男人的后脑勺 男人当即回过身 你干嘛 黄毛见对方居然还敢回过来 于是走上两步 继续指着那个男的 你他妈再多说一句 试试看 黄毛的同伴也纷纷站起身 走到他们周围 周围人见到纠纷 也都围拢了过来 口中劝着 算了算了 没事的 大事话小 小事话了 双方都消消气 男人面对对方有五六个 混混模样的人 有些胆怯 不知所措 女朋友也害怕了 赶紧拉她 算了 快走吧 男人冷哼了一声 转头走了 谁知 黄毛突然飞起一脚 踹到男人腰部 你他妈跟谁哼呢 同伴见对方窃了 本来准备坐回去继续喝啤酒 不想黄毛这么忍不住气 对方都要走了 还扑上去踹一脚 怕闹出事 毕竟 杭氏城西一带的治安 一向管得很严 连忙上去拉住她 口中也劝着算了 继续喝酒等 男人在女朋友 害怕的哭声中爬了起来 什么话也不敢说 低着头 和女朋友两个人 快速离开了 一旁看着的郭宇 叹了一口气 这种流氓 简直就是社会的垃圾 但他对此 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多叮嘱自己几句 下回遇到这几个 更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招惹 万一惹到了这种人 他把你暴揍一顿 就算派出所抓了他 也只能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关个一两天 出来之后 还会找你麻烦